举区丹兴的名头之所以这么大 除了其好战的性格 他的背景 他的防御战绩 以及上古战凯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他的容貌 大部分人之所以来到这天津战台前 都是为了一睹举区丹兴的风资 来之前 他们已经对举区丹兴的容貌 做出了很多想象 在他们看来 即便真的是仙女下凡 他们也能够承受了 可真当他们看到举区丹兴之时 依然被惊艳了 神魂都要融化的惊艳 只见一名身着淡金色长裙 身材极为修长 恶劳到了极致 面容更是跳不出一点瑕疵的女子 这张面孔简直就是天地间 最完美的艺术品 将柔媚 冷艳 清纯等等气质 都融入了其中 每个人几乎都能在这绝美的容颜之中 找到自己梦中女神的影子 而此刻 其站在天津站台之上 在光芒缭绕之中 看起来更是宛若天将神女 一时间众人沸腾了 原本根本没有上台挑战想法的天才们 都有些热血冲头了 修武者到了这个境界 实际上女色已经看得很淡 可举须丹姓是个例外 这是个真正倾倒众生的存在 只要能得到举须丹姓 他们甚至可以去死 举须丹姓俯视着激动的众人 微微一笑道 诸位才俊 可有愿意许丹姓一战的 这时 一名男子大喝声 骤然想起道 我来 紧接着就见一道人影一闪 出现在了天津站台之上 此人身材高大 满面红光 微微喘息着 看着举须丹姓 眼睛里 似乎都要冒出火焰来 一想到万一战胜举须丹姓后 能将这样的美人拥入怀中 就感觉身体在燃烧一般 不用看 亦是那热血冲头之人 众人看到这名男子 都是目光一闪 此人实力倒是不弱 如果叶晨在此 一定会认出此人来 这上台者 正好是那给他下跪的武少康啊 武少康深吸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显得礼貌一些 对着举须丹姓拱手道 在下武家武少康 见过 可不等他说完 举须丹姓 却是已经朝他冲来 他在双眼之中 燃起了一抹战意 对战斗之外的事情 根本没有任何兴趣 而原本 还满面红光的武少康 高大的身躯 却是猛地哆嗦了一下 他看着眼前扑来的女子 瞳孔之中 闪过了一抹惊骇之色 直到此刻 感受到那无比巨大的压力 以及咆哮的舞者本能 他才清醒了过来 自己面对的 可是有天战神女之称 神仓榜位列198的超级强者 几须丹姓手腕一番 手中多出了一柄战斧 一柄无比华美 锋利 散发着澎湃煞气的战斧 朝着武少康狠狠展来 武少康面色一变 被那战斧之中充斥的力量逼得后退 但其好歹也是一方天骄存在 自然不会真的坐以待毙 其狂吼一声 体内灵力瞬间爆发 手中多出一柄明印着 无数明文的翠绿长齿 炼到很硬浮现 滚滚法则之力 灌注在那长齿之上 一道闭光骤然从那长齿之上爆发而出 化作了万丈飞红 后发先至 将一幅展来的 举曲丹姓的身影彻底淹没 众人看到这一幕都是微微一惊 同时感受着那翠绿长齿之中 爆发出的恐怖法则波动 不由得微微骇然 这武少康的实力 竟然还在他们的预料之上 难道武少康真有机会 击败举曲丹姓吗 而武少康健壮 更是面线狂喜之色 这长齿是武家的家传至宝 在天殿考核开始之前 由武家太上亲自所传 这也是武少康第一次使用 想不到 这长齿的威力 远远超乎了其想象 他的眼中闪过一抹决然之色 浑身晶圆燃烧 疯狂融入手中的长齿之中 那万丈长虹更加凝练了一分 可就在这时 武少康面上的笑容 却是骤然凝固 只见那翠绿长虹之中 一道金光乍现 而后 看起来威势无边的长虹 便宛若纸糊的一般 轰然爆碎 化为了点点碧光消散 一道金芒 瞬间斩至了武少康面前 感受着那金芒凌厉无比的气息 武少康的面色瞬间苍白起来 此刻他只得勉强举起手中长齿 朝那金光挡去 下一刻 轰隆一声巨响 武少康发出一声惨叫 胸口处骨骼破碎 显出了一道鲜血淋漓的伤口 整个人也从天津站台上 被一轰而飞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而举徐丹姓 神色淡然地立在了原地 仿佛斩碎那恐怖长虹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一时间 天津站台之下的众人 都是瞬间安静下来 看着那台上傲立的女子 此刻他们才有些明白 为何举徐丹姓 会被称之为 太天战神女 刹那间 原本有些头脑发热的众人 瞬间冷静下来 没有任何人再敢上台挑战 武少康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举徐丹姓扫了众人一眼 似乎有些无趣 正准备收了天津站台离开之时 人群中却是走来一名少年 这少年衣着随意 甚至看起来有些邋遢 但是一双眼眸 却是清澈无比 正准备转身地 举徐丹姓 猛地感受到一股压力 从心底生出 他猛地转过身 有些难以置信地 看下了那走来的少年 此人自然就是朱渊 举徐丹姓有些动容 他很年轻 将近四百岁而已 可朱渊呢 比他还要年轻 却已经能够让他感受到一股威胁了 这简直难以置信 朱渊身形一动 便落在了天津站台之上 淡淡地看向 举去担心道 你我 一站 此时台上有一名男子 或微不屑地讥讽道 一个还真净初期的小子 也配得上台挑战 自取其辱罢了 可这时 其身旁不远处 一名手摇折扇的青年 却是冷笑道 自取其辱 你可知 他是谁 先前说话的男子 微微皱眉道 是谁 一个还真净初期的小子 我怎么会认识 那折扇青年 目光微闪道 他可不是普通的还真初期 他是天生无子 此言一出 站台之下 瞬间一片哗然 天生无子四个字 在天人域名气太大 实际上 朱渊创造的奇迹很多 不过很少有人真的见过他 一时间 所有人都有些激动了 天生无子 对天战女神 这两个在苍神榜上 还明靠前的妖孽一战 究竟谁能更胜一筹 举徐丹性的神色 亦是瞬间凝重了起来 下一刻 一道金光瞬间笼罩了其周身 滚滚战役 激进沸腾 其浑身气息 也逐渐高涨了起来 而后 举徐丹性发出一声娇和 手持战斧 便朝着朱渊连斩而来 滚滚金芒 瞬间连成一片金色的气海 几乎要将半边天穷遮蔽 朝着朱渊呼啸而下 朱渊看着那涌来的金色气海 眼神却是没有一丝一毫的波动 反而有些无趣 他看中的是举驱家的防御战机 至于举驱单性的攻击手段 在其眼中不值一提 下一刻 朱渊冻了 其手中多出了一柄三尺短剑 随手朝着那金色气海一点 口中轻喝道 古破一箭苍 时间仿佛刹那凝致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 那金色气海中心便瞬间出现了一个空洞 准确地说是一道苍青色的剑痕 这剑痕在气海之上飞速扩散着 转眼间 整片气海便化作了虚无 所有人都是呼吸停止 大张着嘴巴 下巴都要掉到地上了 要知道 方才举驱单性随手一辅 便击败了一名天骄 而现在 显然是全力斩出的大招 却是被朱渊一箭破支 这剑道究竟强横到了何等地步 就连举驱单性都是翘脸一白 他与那从天而降的少年对视着 不知为何 那清澈无比的双眼 竟使他心中骤然一凉 也就是这刹那之间 无穷剑意瞬间爆发 朱渊的双剑之中 燃烧起了两道青色火焰 无数五道领雾 自其脑中闪过 纷纷融入到手中短剑之中 天青隐神刺 古破乾坤乱 万里飞邪 化一神剑 鬼魂斩 朱渊如风魔般持剑狂舞 种种令人神经断裂的剑势 一道道强横无比的法则波动 在朱渊的短剑之上爆发而出 不断酝酿 化为了一道剑意风暴 在场众人感受着那逆天庞大的剑意 武艺 道运 一个个眼眸疯狂颤抖 冷汗之流 道心似乎都要在这堪称绝世的攻击之中崩裂了 他们无法想象 一个人如何能够掌握诸多 如此极致的武道 而且相互之间没有分毫冲突 反而完美相容互相精进 比之原本更加强大一般 这已经超越了天资的范畴了 眼前那武剑的少年是真正的怪物 一道苍青剑气化为的风暴 瞬间降临在这天晶战台之上 朝着举曲丹性碾压而去 面对着庞然风暴 举曲丹性的俏脸也是有些苍白 他感受到了危险 就在这时 一道金光骤然在举曲丹性的体表之上浮现 瞬间化为一件金色战凯 战凯之上 鸣印着一道道血色纹路 仿佛经历了无数鲜血的洗礼一弯 散发着浓浓骨液 以及凝重煞气 这正是那件 另几句丹性横扫铜背的上骨铠甲 散发着浓银行锤的水管